大家好 我是陳詠欣 Jophie Chan 播出的日期是1月14日 九龍城區議員黑暴律師王國彤 聲稱在早上6時10分被國安處人員上門帶走了 消息指 今日國安處人員上門拘捕以協助罪犯的罪名 將王國彤等白藍三女一共11人拘捕 據報是和協助十二門徒逃離香港有關 究竟王國彤是誰 十二門徒說過什麼 他講的話又有什麼QK呢 我就搜羅了影片給大家聽聽 而且我還會和大家回帶 王國彤被國安處拘捕早有先兆 而涉嫌違法的港台記者今日也會上庭 事前有什麼QK我都會和大家講一下 講完本地新聞 在國際社會上 大家有什麼要注意呢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五眼聯盟都瞞了一眼 有什麼蛛絲馬跡我都會和大家講一下 是和香港有關 在開始前 大家記得要訂閱我 陳永恩的Youtube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條影片 喜歡影片支持我的 記得要讚好和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 亦都希望你可以將影片廣傳開去 讓大家知道和媒和攬插派 不想大家知道有關十二門徒和五眼聯盟的真相 記得你的讚好和留言 可以幫手抵抗小黃人入道流影片 到惡意攻擊二圖寧代影片下架 希望大家一路看影片一路讚好和留言 追看陳永恩 知青原因又開心 訂閱Joe Fee Chan 和印論證 洗什麼驚 首先想講一下今天的人物主角 就是黃國彤 大家可能不知道誰是黃國彤 其實他是從政了很久 曾經做過市政局議員 和三個區議會議員 他做過油尖旺區議員 在2004年至2015年期間 做過黃大仙區議員 是彩雲東選區的區議員 在2015年在彩雲東選區 被建設的力量擊敗了 到2019年趁著黑暴 他就空降九龍城區議會 在九龍城區議會當選 做過三個區議會的區議員 在這段時間看過他的社交平台 可以說他當選了區議員後 都是不務政業 區議員只是他的副業 我們看到他在社交平台 不時在警署打卡 又說打救了這個 打救了那個 如今黃國彤就要找人打救他 他今天被國安處人員上門拘捕 其實他被拘捕一點都不驚奇 因為早在去年10月 已經預告黃國彤被拘捕 因為懷疑黃國彤協助黑暴分子 潛逃到的境外 涉嫌違反了國安法 當時《文匯報》也有一篇報導 關於黃國彤 而黃國彤的助徒大計 可以追溯到前年2019年開始 他在前年2019年開始籌備助徒大計 根據我的資料搜集 黃國彤在前年2019年12月 去了台灣 發起一個叫保護傘的計劃 說明是為了協助 因為黑暴而被起訴的小黃人 黃國彤在台灣以開店授聘方式 讓小黃人去到台灣居留 大家可以聽聽他親身說他的大奸計 我們去片 因為我們不是男人 香港人 永遠不是男人 因為大家都知道 是有香港的年青人在台灣 看著他們流離浪蕩 每天有種很失落的感覺 這個絕對不是百分之百 我們香港人 是會看見我們自己的小孩 會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們會設立 在我們的保護傘計劃 設立早餐店 和衣服的店 和陸續會有些貿易公司 和電腦方面的技巧 等他們能夠讀書的就繼續讀書 如果是做事情的話 他們各有專長的 我相信的計劃 如果是有更多人來說 我們會擴張下去 我們是一個理想 我們香港人 照顧香港的年青人 我們不會讓我們香港的年青人 在任何地方 是因為抗爭流離失所 而變成顛配流離 這個是我們最不想見到的場面 我絕對是不覺得 是須有難民法的存在 因為我們不是難民 香港人 永遠不是難民 我也都覺得 在現存的港澳條例之下 有十二條和十八條的 十八條來說 是多多少少一些緊急避難的情況 但是這個來說 台灣政府可能會考慮很多其他的因素 會不會有很多政治的角度 政治的層面 我們當然是希望十八條 他會是真是給一個適當的考慮 能夠是令到是香港人有所依貴 但是就十二條下面來說 我們現在是根據現存的法律 現存的聘請的法律 和現存十二條的規定 然後設立合法的機構 令到就是十二條之下 都是可以批准他們在這裏 而是如果十八條 是能夠覺得是適合的話 我們會覺得很感謝 但十二條的話 我們會跟足程序 是令到現在滯留在香港的 在台灣的香港 年輕人和小孩來說 是有所依歸的 現在兌現的有沒有衣服店 有沒有貿易公司 有沒有和電腦有關的公司 我們就不知道 只是去年2020年的四月 王國彤就開了一間餐廳 叫做保護傘 當時我還拍片的笑他 就說真是一個大整骨 明明是偷偷地棄保前途去著草 但成功門騙大家逃離香港的門徒 竟然高調集中在一間餐廳打工 真是方便執法的部門 可以將他們一網成琴 但這間保護傘餐廳 並不是單純在這裏買東西吃 而是在散佈黑暴和港獨 在這間保護傘餐廳裡 有大量黑暴和港獨的文宣 除了有港獨口號之外 餐單更加印了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等等的港獨標語 也在鼓吹台獨港獨 去到去年十月份 更加因為有當地人不滿 保護傘餐廳吃壞肚 所以去搗亂 看到台灣當地也不太受歡迎 他們也說生意難做 賺不到台灣人的錢 近日他們反攻香港 這間保護傘餐廳 近日做網購 賣東西給香港的小黃人 又是 香港的小黃人 的確他們的錢是容易賺些 一件黑色T恤 再印上街有香港 就可以賣貴些 他們這間保護傘餐廳 賺得越多 小黃人就買東西買得越貴了 所以王國彤這間黃店 和企圖偷渡去台灣的十二門徒 扯上關係就一點都不出奇 因為這間黃店可以用來安頓十二門徒 去到台灣都可以賺錢的工具 但凡事都要講證據 我們雖然不是執法的機構 沒有得深入調查 不過我覺得王國彤和十二門徒 有關係的證據 似乎我們平民都可以看得出來 我就在一條影片看得出端藝 我就找到一段王國彤談及十二門徒的影片 我可以去片給大家聽一下 大家聽不聽得出有什麼QK 有些事情我沒有做過 不要冤枉我 很簡單 譬如十二位港人 另外兩位判三年和兩年 我相信他們是組織 但我只是想說 當你組織的時候 我們有計組織的時候 我們有計人數 但另一樣最重要 就是他們有沒有得益 他們是否收錢去做這件事 他們兩位都是要走的 他們兩位都不是純粹拿船 或者做各方面 或者做各方面 而去 即是不是蛇頭 不是金錢上面去牟利 他們兩位來說 都是有 他剛剛在太後面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覺得他們組織是蛇頭 我覺得有點非以所思 說到十二門徒 黃國彤就說 鄧啟然和央映瑜都是要走的 重點就是有沒有收錢 有沒有牟利 但另一樣最重要 就是他們有沒有得益 他們是否收錢去做這件事 他們兩位都是要走的 他們兩位都不是純粹拿船 或者做各方面 而去 即不是蛇頭 不是金錢上面去牟利 黃國彤更加說到 他就在現場 他說鄧啟然和央映瑜 只是剛剛在太後面 黃國彤就說 鄧啟然和央映瑜 是組織他人偷越邊境 就是匪夷所思 為什麼黃國彤會覺得是匪夷所思 謎底就解開了 先不評論 收不收錢 和是否組織偷越邊境有關 匪夷所思的是 為什麼黃國彤會知道 鄧啟然沒有牟利沒有賺錢 莫非他就是幕後最大的組織者 他就是經手那些錢引的人 所以說真是天亡灰灰 鬼拍後尾枕 這是2.1 2.2 就是時間 時間上大家覺得有點QK 兩名未成年的門徒 廖子民和黃林福 上個月月底 因為內地司法機關不作起訴 所以獲送回香港 由內地移交給香港警察 17歲未成年的黃林福 完成了14天檢疫令 就原定前年10月14日 在旺角警署投擲汽油彈 被起訴企圖中火一案 昨天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 和黃林福同案的另一名被告 21歲地盤公林小紅 在去年10月 承認了一項有意圖而中火罪 早前在區域法院被判40個月監禁 就黃林福一案在昨日律政司申請 將案件押後到2月26日 等可以有更多時間尋求法律意見 考慮是否向黃林福加控不依其歸押 和串謀協助其他罪犯控罪 期間黃林福需要還押迫屋的懲教所 黃林福早前提交的1萬元保釋金被充公 而黃林福的代表律師昨日 未有為黃林福提出保釋申請 同時放棄每8天的單補覆核 似乎不辯駁 在時間上未成年的門徒 廖子民和黃林福一回來香港 就有涉嫌為十二門徒助徒的疑犯被捕 大家覺不覺得是時間上的巧合這麼簡單 在去年10月10日 警方以涉嫌協助罪犯罪名 拘捕了9男女 年齡是介乎27至72歲 包括有十二門徒的港人朋友和前議員助理 大家可以看看我之前的影片 他們各自包辦不同的角色 有旋主 有提供資金 也有提前安排住宿 和安排去台灣生活等等的人 所以似乎現在越查越清 有消息說 除了黃國童之外 還有的就是之前活躍在社運的前學聯 副秘書長何傑雲的媽媽 更加說當中涉及有音樂創作人霍朗齊 他們今早6點多鐘 都分別在家被國安人員常滿拘捕 報道說他們在案件同樣擔任不同角色 有負責提供資金 有安排偷渡路線和船隻 也有開車接載 負責聯絡等等 聽起來就像是一整個人蛇集團被起了 犯法就是犯法 始終都要負責 相信陸陸續續會有更多人被捕 黃國童今早被警方拉到辦事處進行搜證 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證據 黃國童身為公職人員 如果他真是拿他的議員辦事處 拿公帑去協助逃犯前途的話 其實都證明了這些公職人員真是不務正業 除了有需要議員之外 也有黃記者 其實港台的員工也是公職人員的一部份 而他們行為失當的證明 似乎隨著時間就越來越清楚 港台鏗鏘集編導蔡玉玲 製作元朗721的專題報道 早前被警方拘捕 大家可以看我之前這條影片 被控為取得道路交通條例下證明書 而作出虛假陳述 案件在今天即1月14日 會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 蔡杰玲故意提供失實資料 如果被判入罪的話 最高可以被罰款5000元和監禁6個月 有句說話未出發先興奮 涉嫌違法的港台記者 蔡玉玲在上庭前一天爆料 說自己未出庭先停職 說港台跪低了 未審先判 自去年11月被捕後 被停止參與鏗槍集製作 沒有炒他已經非常好 而且蔡玉玲今次未出庭先出口術 想小黃人同情聲援他 記者這個第四拳究竟由誰去監管 在接下來的K2搜尋 我會和大家重點說一下 小黃人見到開始有拘捕行動 開始有收盲 小黃人自己都要想自己的定位 是不是都要去撐黃國和保護傘餐廳 撐黃店 還要去裁判法院聲援港台的黃記者 這個小黃人值得要想一想 前兩集我和大家提到 適時募者梁家傑 不單止是代理人要縮 現在連國家都開始縮 之前我拍片和大家說過五萬聯盟 是我拍片以來至今最高觀看的影片 有86萬的點擊 大家可以去看 看了可以回顧一下 因為資料上到今時今日都不會過時 最近講的BNO 其實我的影片都一早有和大家說過 大家可以看完就知道五萬聯盟的背景 知道是二戰後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和紐西蘭五個英語國家組成 用來交換國際情報 近年的黑暴五萬聯盟都紛紛針對中國 上年11月五萬聯盟都有發表聯合聲明干預中國內政 質疑人大常委會通過的DQ4議案 我之前的影片都有和大家分析過 這個五萬聯盟的聯盟似乎不是太過牢固 跟一槽不同的蛛絲馬跡都可以看到 五萬聯盟似乎開始瓦解和崩潰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 早前五萬聯盟中的四國 美國、英國、澳洲和加拿大的外長 一起發表聲明 去譴責香港特區政府早前 拘捕五十家藍炒派政棍 但只是五萬聯盟中的四個國家 唯獨沒有紐西蘭 似乎是紐西蘭和五萬聯盟中的四個國家 刻意保持距離的證據 紐西蘭可能是看到同盟的其他成員 特別是澳洲 近日陷入了和中國的外交爭端 而這些爭端也造成了重大的經濟後果 雖然聲明一起發 但說到承擔後果的時候 就是澳洲自己去承擔 Washington Examiner 華盛頓觀察家報 在1月11日發表了文章 標題是 為安撫中國 紐西蘭正聘氣五萬聯盟 那篇文章指出 紐西蘭現在承受著 越來越大公開和秘密的壓力 要求和五萬聯盟保持距離 隨著中國和英美澳加的關係 越來越緊張之際 紐西蘭在國內有意見 都認為紐西蘭是被五萬聯盟騎劫和被代表 在紐西蘭國內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認為紐西蘭是時候要離開五萬聯盟 紐西蘭媒體在1月3日刊登文章 標題是 事時候把五萬聯盟席位賣出去 文章分析 紐西蘭加入五萬聯盟的唯一好處 就是得到美國的情報 但美國的情報人員 什麼都不懂 甚至認為薩達姆擁有危險的武器 所以發動入侵伊拉克 而紐西蘭被綁上這輛五萬聯盟的戰車 跟著美國齊齊炒車 不過這篇文章指出 紐西蘭的通訊安全局和 紐西蘭的國防軍的軍官 都被美國人美酒佳牛款待 就是為了令紐西蘭不要放棄 他現在的五萬聯盟的地位 在這些飯局 不單止向紐西蘭的軍官不停灌走 更是灌輸一個洗腦的訊息 就說五萬聯盟是非常重要 文章就建議紐西蘭 將五萬聯盟的席位賣給他的老敵人日本 希望紐西蘭可以追求獨立 我非常支持紐西蘭獨立 適時務者不單止梁家傑 還有紐西蘭 同大家分析完和國和被捕 都想寄予一班小黃人 如果現在想潛逃 似乎台灣的風聲非常緊 不要再考慮台灣 五萬聯盟當中 紐西蘭都不了 小黃人唯有想想 在英美奧加能不能成家 不過小黃人都要考慮清楚 因為現在見到不單止正棍 甚至乎紐西蘭都跳船 自己就要好好想想 今天的影片總結 隨著中央不會再對反中亂港的分子 一隻眼開一隻眼閉 而五萬聯盟現在都盲了一隻眼 小黃人脫王都為時未盲 希望小黃人不要再眼盲心盲 今集就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為你的選材 記得讚好和留言告訴我 你的看法 也希望將影片廣傳開去 讓大家多人知道 黃媒和攬插派不想大家知道有關十二門徒和五萬聯盟的真相 如果未訂閱我陳榮欣的Youtube頻道 記得右下角就是免費訂閱 開啟通知 你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條影片 如果想支持我的 更加可以加入我的會員頻道 優先和獨家看到我的影片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看完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要讚好 留言 和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還要訂閱我陳榮欣 Jofie Chan 的Youtube頻道 按下Cfirst 旁邊的鈴鈴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短片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